由書法家洪玉秀帶領書法班學員現場歸好 展現精湛的書法功力 長輩們在一旁靜靜欣賞 對於手寫春聯贊不絕口 除了提供除舊不寫的春聯外 也讓學員們有機會展示學習成果 讓長輩們能夠感受年級氣氛 手寫的比較好看 那用白的用硬的那沒好看 我看那種寫的 還不用錢又省起來 裏面很漂亮很好的 這不是一天兩天就能夠學的 你如果沒練 你去摸到那邊就過去了 他們每一年都來教我們小春聯 真的很感謝他們 因為想要給學員有一個學習的機會 所以每一年的過年 因為有這個春聯輝好 就利用社區 讓他們展現一下我們學習的成績 順便也讓這些老年人 有一個過年的氣氛 農曆新年腳步將近 避風社區舉辦春聯輝好活動 讓長輩可以美化居家環境 增添濃濃年節氣氛 開心過年 在疫情的當下 也期盼新的一年 大家都能身體健康幸福吉祥 希望通過年節活動一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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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社區感覺比較有年過程的氣氛 最主要是因為疫情底下 我們希望通過年節氣氛可以充斷一些大家的緊張的感覺 希望我們社區可以通過這些所有的活動 大家可以這樣平安健康 拿到春聯的長輩都相當開心 現遠蔡明璇表示 迎春大府是民間春節傳統習俗 此活動不但帶動地方的熱鬧 也能夠凝聚社區靈民的向心力 吉父文化意義 然後也看到我們都送給長輩 然後大家都手上都拿著新年新的春聯 看到他們很開心 要拿回家來搭 就讓我們那種過年的氣氛就出來了 也感謝社區這麼勇心 都辦這個揮毫的活動 讓我們跟長者來共襄勝局 配合年節即將到來 避風社區每年都會辦理春聯揮毫活動 讓社區民眾及長輩能夠欣賞老師及學員寫字風采 並陶冶在傳統書法藝術美感之中 金福年福氣滿滿 記者洪一輪 草屯 採訪報導